苏达 敏东临时特委的成立 加强了苏区的各项建设 敏东革命进入鼎盛时期 传民工会 共青团敏东特委 敏东妇女工作团 敏东红代总队等机构相继成立 并开办了红旗机关报 印刷厂 被俘厂 后方医院 军械厂等 形成了完整而又严密的政权体系 苏区人口近100万 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 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前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存的 全国八大革命根据地之一 由增值参照 敏西苏区的分田经验 主持起草 敏东苏区分田大纲 在百驻阳36个村 进行为时一个月的试点 并逐步推广 苏区有五六十万群众 分到了田地 敏东苏区它一直是一块 比较独立的苏区 就是它都是土生土长的 敏东呢 虽然时间不长 但它是各种机构建权的 它是个初心 它是个实验 影响和意义 是很深远的 1934年9月底 中国工农红军 敏东独立室 在宁德支提寺厂里 苏区有了一支 由特委直接领导的 红军队伍 全是三个团 两个独立营 一个特务联 共一千六百余人 九百四十多支枪 成为一支保卫苏区 保卫土地革命成果的 坚强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势力 红军主力被迫放弃 中央革命根据地 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与此同时 不断发展壮大的 敏东苏区震惊了八米 国民党不得不部署十万人马 分四路对敏东苏区 进行大规模清剿 因而大大削弱了 国民党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的兵力 然而 在国民党重兵清剿之下 敏东苏区遭受极大挫折 中共敏东临时特位紧急决定 变苏区为游击区 转入游击战 这是最艰苦最艰难的阶段 敏东党组织 红军游击队和中央失去了所有联系 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 没有必要的给养 战士们患病抚伤 也没办法医治 他们只能以崇山峻陵 密林岩洞为掩护 咒服夜行 风餐露宿 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腥风血雨 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确保了红旗不倒 中国共产党历史 对包括闽东苏区在内的红色根据地 做了这样的评价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 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 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 表现了无比坚异的英雄气概 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 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 坚持了游击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红军长征胜利后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敏东特卫先后派出 范世仁阮英平为全权代表 与国民党当局在交成获通的文昌阁 城关的天后宫当地 经多轮谈判 最后达成联合抗日协定 双方在福建民报 发表敏东特卫共赴国难宣言 1938年初 敏东红军独立师 改变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 在团长叶飞 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 从平南唐口出发 北上抗日 敏东这一块呢 他对这个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 是什么 一支武装力量 敏东独立师是整建制的 1300多人 整建制的编到新四军 六团 而这个编制呢 一直坚持到现在 他们非常自豪 而且敏东的这个子弟兵啊 他是英勇善战 坚强 怎么打都打不垮 在抗日战场上 六团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 夜袭虎树关 火烧红桥机场 保卫国村 决战黄桥 血战卢家滩 身经百战 屡见其功 解放战争时期 六团的番号 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 第一师第一团 先后参加过著名的鲁南战役 莱武战役 孟良固战役 玉东战役 淮海战役 赢得了百旅之节的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六团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和对月自卫反击战 家与户校的京剧沙家帮 电影南征北战 战上海 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就是以这支部队的人物故事为原型 创作的 在那心风血雨的年代 许多英雄志士 抛头颅 撒热血 以大无畏的精神 为闽东苏区的发展壮大 付出了重大牺牲 据民政部门调查统计 革命战争时期 民东被敌摧毁的村庄 有1031个 被敌杀害 2044人 被灭绝 17364户 被烧被拆房屋 131621件 烈士 7326人 其中奢族同胞 510人 这高高耸立的纪念碑 烈士目前的一串串名字 是对共产党人铁一般信仰的诠释 是铁一般担当的见证 还有许许多多 血洒疆场的战士 他们没有墓碑 没有子嗣 直到今天 我们还在寻找 他们的名字 民东苏区的光辉历史 是一段星火燎原的红色记忆 一亩乌军奋战的腥风血雨 一座标柄千秋的民族群雕 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民东苏区的伟大精神 如星火相传 生生不休